菜 茶 这个颜色 OK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拍这个影片的心情是 非常兴奋的 这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拍过 最兴奋最开心的影片之一 因为 我的头发 终于变紫色了 我真的无法掩饰我的兴奋 感觉开心的心情 这个眼睛力的观众们 可能已经看到了我身后这台车 OMG AMG A45 然后是设计1的 你们看那个设计的LINE OMG 19寸RIM AMG的Disk Brake OMG 这个AZO System呢 它的POP&BANK 就只有这个真正的AS5才可以打出来的声音 这辆车其实是我昨天帮我去拿的 差不多花了一个星期这辆车才到手啦 我们先不多说那么多 详细的东西呢我最后再跟大家说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影片的主要目的呢 除了给你们知道我买了这辆新车之外呢 我要做你们最喜欢二整 哈哈 二整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买了这辆车呢 就只有我的家人啊 还有我的女朋友佩山知道 但是呢 我也是骗了他跟他讲 哎呦我都弄不过咯 不懂要讲办咯 所以暂时是买不到这辆车了 他就非常的相信 一切都很顺利啊 好啦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我们要二整的目标 来第一个佩山 第二个佩泳 第三个Danny 第三个Susan 然后呢长泳是冬了的哈 我就跟长泳一起串通好啦 来一起二整他们 完全压抑住不了 这个澎湃的心情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自己买的车 然后也是 钢炮王中王 那我们第一个的二整对象是谁呢 就是你们每次时常看到跟我一起改车啊 帮我拍摄东西的这个表哥 那我们就去到他家前面 然后就跟他讲 哎 空马出来一下 这个二整的目的呢 我主要是想看他们的first reaction 就是他们看到这辆车 哎 怎么你换车那感觉 哎 怎么S5那感觉你知道吗 带着我的bubble头 给我的表哥 一个二整惊喜 诶 惊喜 我送他咩惊喜 Let's go OK各位 我现在已经到我的表哥交 然后呢我真的很紧张 因为我这次的二整 应该算是我有史以来 做过最大的二整 我很兴奋噢 好紧张噢 来我们现在给他一个惊喜 诶 不是惊喜啊 惊喜啊 惊喜啊不是送他的 这次的Prain不是送人了吗 一生Prain 这是A45的 蛤 这是A45的 你买了呗 我认真啊那个脸 认真的啊 谁的 有人吗后卫 没有 你的啊 真的是你啊 哇 诶 这么兜风 真的可以看到出我这个表哥 真的是吓到啊那个脸 真的 真的没有哦 真的没有 真的啊 这样你的jet怎么办 有啊 哈哈哈 来我们采访一下 你第一眼看到了什么感受 我想知道你的感受 我第一眼我以为是 爸爸 那个 一眼看那个行政户 我就心想 这么这样吵了 我就想你一定是帮他改拜哦 我就出来说 诶 不对诶 这么那个令人这样大是不是 哈哈哈 OK 各位 现在呢我们交换选手 你们都知道我哦 一个男子爱自己的车呢 是不用随便给你拿驾的车的 要么就车到狠心了 要么就 他不爱车 表哥在我人生中 是一个蛮重要的人 我啊 蛮重要的 好酷哦 第一次了 驾跑车在我家 OK 那我们就来 拉爆啦 给他带我去兜兜风啦 来吧 这SR 好爽啊 换压手 你们知道这个S5原装的 那个打炮声 pop and bang 那个声音真的是 你驾着的时候 你会不自觉 你在笑的 哇 你笑 真的 其实我驾车是一个 蛮注重驾驶感的人 所以我才会买到这个S5来驾 来 轻轻来 来一段吧 来吧 哇 第一次开跑车的体验 又栽在我的手上了 真的是 我人生中 第一次驾这种 类似像跑车 而且是这样有力的车 那个推背感真的是 哦 我要买一辆 不要我明天去买 所以 最后的感想是什么感想 超有力 超好玩这辆车 如果你真的是很追求驾驶感的话 这辆S5真的是蛮适合一个 我们这种年轻人 不过最重要是 安全嘛 我也是看中了其中的安全系统 我才会想要 去选这辆车的 我们作为成功 造成要表格 我们接下来 再找新车目标 哇 真的你这样这辆车中 你的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 OK各位 今天的第二个目标是谁呢 第二个目标就是 我最心爱的这个 佩珊 OK啦 事情是这样子的 佩珊是知道我买车的 但是呢 我有点后悔让他知道 因为呢 就少一个人拼了嘛 我其实蛮想看他的reaction的 就是 就是那时候我太兴奋了 我跟他讲 我买车了 给他订钱了 一定是要跟自己最心爱的人 最信任的人分享嘛 但是我讲出来过后 懒不及收回来了 这时候呢 长一我就给我个ideal 就跟我讲 你可以跟他讲啊 你的loan不过 然后你买不掉车 可能要半点后 还是硬点后就可以买 诶 这个长永极聪明一下 那个 嘿嘿 OK 所以这几天呢 我就一直灌输他跟他讲 哎呀我的loan应该是不过了啦 这样久都没有消息 多数是不过了啦 算了啦 不用买啦 不用回家啦 我现在到佩珊那家了 然后我现在要放进他的家里面 然后等他出来咯 我们就看他的first reaction OK 佩珊,I'm coming 哈啰 你们这样做不到的 It's a party 啊你很害臣 啊你很害臣 啊 你不敢想吗 你也看到 什么车怎么有 那么吵的车进来我家 有那么吵的车进来我家 Woo It's a prank 我没有想到他将快飞出来咯 因为那个摄影师引到他出来咯 成功 prank 难怪你今天那么 互不期待的 想要载我出去 啊 对啊佩珊 坐近奔驰的小姐姐 各位各位 访问我们的佩珊小姐姐 快拍我先 我要做工耶 下什么 下 请问你有没有想过 我骗你 没有 OK我们访问完点 谢谢 好啦 因为我前几天一直我跟他讲 我都论不批哦 你是相信的吧 对啦 因为我没有钱嘛 当然不够了 OK我们这个 配神的二整就到这里啦 接下来我们一起二整 裴勇啊 Danny啊还有Suzan 那我们这个 JB之二整对象到此结束 接下来上Keyo再给你们二整一下 各位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勇的家 至于长勇懂了呢 但是 苏绅不知道 所以我大概想像一下 等一下我们的计划啦 应该就是 我会挺爱的HRB前面 然后呢就会想办法叫苏绅下来 然后苏绅下来就会看到 诶怎么这个 八错地方啊 怎么败我家呢 然后给他三十个几秒钟 然后我再下去 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家吃一斤啦 不过 以我对苏绅的了解啦 在近几个月呢 我们就有带领苏绅开通这个 这个汽车一些知识啊 它的汽车知识呢 应该都会比一般女孩子 多出一点点了 所以至少他应该还认能出这辆车 是我曾經未擁有的 因為像我姐姐他們那樣子啊 不太了解車的 就會覺得 這輛是我爸爸的Golf 這輛是Honda Z之類的 所以講完一句呢 有些不懂車的人 會用顏色跟車型來認車 高車 HIGH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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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今天我們的同謀呢 就有這個長泳 他今天不可以露臉 因為緊張暗愁 我們是一起收XXX 我們是一起收保護費的 要加入我們嗎 XXXX 請問這裡可以寫XXXX 有 寫一送一 中獎會有車100%嗎 沒有 因為我們會自己XXX 加油 OK 各位 現在長的就停了我的車了 現在就打電話給蘇生 叫他下一包拿包裹 欸 寶貝啊 我下面有一個包裹 你幫我現在拿一下 我多什麼時候會要加 沒有 他還要簽的東西 手下車外啊 手下車外啊 有叫Aircraft啦 意思嗎 剛剛 請問詩生什麼表情 你買了車啊 買車 你這個人啊 因為撞車就可以買車 我也要撞車老闆 我下面給我裝一下 好 蘇生 訪問你一下 我沒有化妝 沒有叫我化妝 我弟弟這麼年少有而已 開墨妝 我19歲的時候 我在台灣讀書坐捷運 這個是給自己一個小小的成就 我就想要買一輛車給我 給我哥哥 先跟我講一下你成就有什麼 OK 那我們二整蘇生就到這裡啦 非常的高興蘇生 這個二整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誒 接下來 看到兩個傻子的反應吧 OK 各位 現在呢我們終於有機會呢 要跟裴勇跟Danny 會合了 我們要慶祝這個Cassie 我們這個金牌的經紀人的生日 說到我們會集合在一個地方嗎 然後我們就可以慶祝好的生日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計劃是怎麼樣的呢 我一叫常友幫我拿這個相機 假假訪問他們 假假假要拍影片 這個時候突然間 我就出現 那我們直接出發吧 我們要慶祝一個人生日 真的 是誰生日勒 那個女生是誰呢 她是女版朋友 真的 我跟你講啊 因為 她剛從上位來吧 哦 你上位來吧 他們一般那個跑車的人 一般喇喇這邊的 我剛才在這邊說一堆 我們全部在那邊一直玩 哇 我不知道是誰 這麼走過來 不懂 不知道是誰 誰來的 不懂 哇 The F**k 駕到我 哇 你看誰的車 哦 你上車 我們要跳 我們要跳 明明就買了新車 啊 啊 明明就買了新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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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ny 很聰明耶 因為為什麼 要感謝昨日今日 昨日今日的post 他就講說 19歲買了夢寐以求的車 好啦 那Danny 有沒有感想嗎 Danny第一句話是哦 你借誰的車 啊 看不起你了 看得了哦 我不是看不起 那謝謝Danny 他是很真誠的嚇到 你有沒有surprise到 有 車拍也沒耶 比大勇了沒 哈哈哈哈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 二者我們下一個對象是誰呢 陳培勇 要動力 那個只要活力的 一二三 陳培勇 發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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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哦 我們就是準備了一個禮物給KC 請問是什麼 你會嚇到的 What the f**k 你們是認真的嗎 沒有 我真的覺得很對不起你 你生日的時候我送你重慶嗎 好不好 Oh yeah Bell&Ross的 你那個 真的是王八蛋 Tukerpida 那個是常樂是嗎 一定是常樂 confirm是常樂 所以常樂買新車 Oh no 你去Plan他 你拿這個Plan啊 常樂買新車啊 剛才我被Plan了一次 你給他反應 我怕我很累哦 所以我應該要怎樣 來個反應 3 2 1 哇 常樂買新車 哇 Oh no Oh no 你重點錯了 為什麼 裝車買新車才對 哇 很煩耶你們 這是送給KC 很拿笑學生 OK 那朋友 你有什麼感想嗎 我對車真的還好 我只要帶一部工具而已 我原本真的想要買Asia 我想要支持郭產貨的 這個Plan是成功啊 這個是Plan 但我真心只是想要講一句話 就是 小心開車 OK啦 是這樣子的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有很多人覺得可能我撞了車就買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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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並不是因為這樣 為什麼我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其實講真的啦 撞了車過後 我突然間對於這個改車的熱忱 好像不見掉這樣 就可能覺得 看太了 感覺這個意外一發生後呢 我的人生突然間開通了很多東西 那我很早就有計劃好買車 但是不是在今年 是想要在明年買的 在我人生的20歲 因為其實我給我自己一個目標呢 是在我21歲之前出一輛跑車 尤其是雙門跑車 那首先呢 我本來是看了那輛Toyota的86 那天我就去處理我的HONTA DEX 然後我又去送了SIDEMILLER 送了FRONT GRIEL 送完了我就沒有試坐 我還想要去哪裡好勒 就講哎呀去看一下車咯 看下也無妨 我第一輛看的是 是我夢寐以求的車嘛 86 我之前是 始終如意的認定 我要買的車是Toyota的86 但當我在認真去試駕過後呢 我發現到呢 始終NS還是NS了嘛 不是Turbo車 所以它給你的一個馬力呢 是有極限的啦 不能滿足你很久啦 但其實我並不是追求馬力大車的 我是一個駕車蠻注重handling 蠻注重這個手感的人的 但我真正去了解86 去試駕一段時間過後呢 才發現到它的力呢 力還沒有來的時候 你的腳已經踩完了 滿boring的啦 其實我很早就有聽說過這輛車 但我個人以為只是一個 sheet drummer 了 是一個傳言 講它很厲害 因為今天聽人家講 是2.07c裡面呢 馬力最高的車 這兩輪上馬力差不多355p 官方是360hp啦 然後扭力呢 就是450hp 滿大的 跟我的Honda Jazz比起來啦 Honda Jazz是110匹馬力 然後100扭力 差蠻多的 好 可能你們講這個Hot Power 是一個數據啦 但當我真正去Turbo車這輛車的時候呢 哇 完完全全讓我忘記到Toyota86的感覺 這輛車呢 我除了愛它的動力之外呢 還有非常愛一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AdSource System AMG的AdSource System 你們所聽到所看到的東西呢 都是完全零改裝 想到也是要有實用性嘛 好 四個人 要帥也是有帥嘛 對不對 所以這輛車大致上呢 是這樣子的東西啦 然後至於為什麼我會想要換車 是因為 與其我今天呢 Honda Jazz我拿回來了 其實我有個念頭是講的 再暴改它 再改更多的東西下去 這筆費用也是不大嘛 如果所謂的暴改的話啦 所以我還想 如果這筆費用呢 我省下來 我年年去買一輛可以試 它的動力可以大大的提升 品牌也可以大大的提升 就是 給自己一個里程碑這樣子 那也算是 有甚至連在我16歲買一輛 只送給自己 哈哈 當然這個Honda Jazz呢 我也不會忘記它啦 我一回這一邊我就會去看它 我就會去開它啦 所以大致上這次的影片呢 就是update一下我最近的車況 開什麼車 也跟你們分享一下我這個 喜提新車的喜悅啦 至於為什麼我會說 它本身就不用改裝呢 因為A45 你們知道哦 它原裝來的東西 就整個是A45NG的套件 Bread 動力 外表Nio的都有 那可能接下來呢 我會把它口味去 2016年一新年的A45啦 如果你們在留言 讓我知道啦 你們想要看我 Motify什麼 A45的東西 謝謝大家一路來的支持 沒有你們 也沒有今天的我 也沒有 散後這輛A45啦 好啦 那謝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Woo